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掌管宇宙万物,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事情,你不晓得,你也了解我们的需要,你了解我们的挣扎,以致我们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我们实际真实的需要你的话,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洁净我们,以致我们更像主耶稣。 今天晚上,当我们来了解你的话语的时候,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知道你的日子近了,我们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求你来用你的话语来,以致我们可以做你的工作,成为你的祭司跟仆人。 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 好,开始,我们先来做个复习,先来看看我们,我们的那个,我们读那个启示录读到哪里,所以我给你看我的笔记。 OK,你们看到吗? 好,太小了,可不可以大一点。 大一点,OK,我不晓得怎么去弄大一点。 呃,等一下我才弄大一点吧。 现在最大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对,因为我需要给你看到,我希望给你看到整整个图那个结构,所以呢,我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方法来给你看。 OK,所以我们一直来,一直来跟你们来,讲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个循环。 呃,我们从那个第一,呃,那个书信,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写完以后,我们就进入了那些从第四章开始的循环。 呃,第一个循环在那个,呃,在那个第五章到第八章里面开,呃,呃,在里面,里面讲到七个印,然后呢,呃,七个印里面都是,都是类似的结构,有一个,呃,前沿,墙景,然后呢,讲到六个审判。 呃,然后呢,有那个特别的插进去的有一段的话,七印的那一段,呃,插进去的就是讲到你,呃,呃,那个给教会的几个应许。 然后呢,最后也有另外一个审判,呃,当然在六个审判里面,也有一个特别的,呃,一个特别的结构,就是头六个印,呃,它是,可能,你可以说它是,呃,差不多是那个分开来的,然后,好像是四个,呃, 呃,四个印,然后加上另外三个一样,等一下我们会再,再看一看这个,然后呢,到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这里呢,就是那个讲到七个号,呃,上个星期,我们,呃,均常讲的,就是第三个循环,讲到有七段的那个上正圣的那个历史,从那个十一章,呃,十二章,一直到那个,呃,十四章,呃, 呃,你会看到在这个结构里面的时候,在每一段的结束,比较重要的结束的地方,你会出现一个题目,就是一个主再来的题目,呃,在你这本书里面重复的出现,呃,好像这里几个地方,好,我们今天晚上来到,呃,第四个循环,呃,里面呢,然后前面你看到七个印,七个号,呃,七段的历史,然后 然后呢,来到第四个循环里面,我们有七个号,然后呢,特别的地方,七个号,这里呢,你可以说,差不多是那个在,呃,如果这是印,呃,印号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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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结七个完以后 就进入了整本的启示录的尾声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是讲到 最后的一段的神的审判 然后这个也是最厉害的审判 从15章到16章 里面也有六个审判 在前面 然后有一个审判在后面 那个六个审判里面也有 前面四个后面三个节目的一种分类 如果我文章这几个 印号跟完 听起来放在一起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 那个七个印号完 都是讲到越来越严重的审判 然后到了最后到七碗的时候 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 那个神的审判就说是完整的 是做完了 所以你看到这里 七个印里面 四个印都是四匹马 白马、红马、黑马、灰马 但是里面所影响的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四分之一的东西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第六章的第八节 里面讲到那个 盗鉴、饥荒、瘟疫、野兽 所以是那个树木有限的有限的东西受影响 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到七号的时候 你会看见那七个号所影响的东西是地上、海中、江、河、雨、中水的全员里的东西 还有天上的东西 你会看到这里所影响的东西只有那个三分之一 所以也是一个部分 譬如那个第八章的第七节这里 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就有包子和火 掺着雪掉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所以这里也是有限制的那个神的审判也是有限制的影响这个宇宙 然后到我们今天当我们来读到第七个网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那个七个号跟七个网有类似的地方 因为它的编排也是影响地上面、海中、江河与中水全员里的东西 还有也是在天上面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来仔细看那个第七个网的内容的话 你会发觉 譬如在十六章的第二节里面 你会发觉 那个圣经里面讲到 海中的活户 都是的 意思是说影响所有的东西 不单只是一部分 所以你会看见这里越来越严重的事情 然后到最后这里就是 到那个神的审判影响全世界所有的每一方面的时候 神的审判就完整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是最后一段的那个神的审判的那个事情 当然你会问过了那个如果审判完整了以后 圣经里面讲什么 如果你读那个十七、十八、十九这样等等的话 你会看见里面所讲的就是那个征战 打仗 所以但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不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只看个七个网 然后看看那个七个网所代表的是什么 首先需要了解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需要用网来讲到那个神的审判 如果我们来读那个以赛亚书的话 特别在那个先知书里面的话 你会发觉 每逢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 他的愤怒的时候 都有那个碗跟那个碑的东西 然后呢 他的那个愤怒都是从那个碑里面倒出来的 好像这里以赛亚书51章17节这里 耶路撒冷啊 兴起兴起兴起站起来 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碑 喝了那使人东倒西坏的诀 以之喝尽 哲理呢 讲到喝了一些东西 他东倒西歪 听起来好像他喝醉了一样 这个像什么 其实在那个旧约里面 不单只是哲理是这样讲 在那个耶利米埃哥里面 也是用这个方法来比喻一个人受神的审判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好像诸巫师弟的乙动民 只管欢喜快乐 若苦悲也必转到你那里 你必克罪以至露体 所以这一种的那个你看到这里是讲到那个神的对移动人的那个赵助 OK 然后呢 他喝醉了 喝醉以后 他测身露体 像水 那个如果你记得那个圣经的话 那个好像提醒我们好像讲到那个挪亚的故事 挪亚在洪水以后 他喝酒喝醉了 然后测身露体 卧在那个 他的那个帐篷里面 那个是 那个是那个一种的 你可以说是一种的 他犯错的时候的一种的那个结果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碗的时候 是因为他 在那个旧约的故事里面 讲到那个喝那个碗里面的酒 因此他喝醉了 然后他 也因为这个喝醉了 所以带来他的羞耻 所以有间一种的 那个审判的那种的 那个意义跟结果 好像在节礼也是在 因为启示录十四章十节里面 也会这样说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悲中 存一步杂 他要在生天寺和高阳面前 在活与硫磺之中 受痛苦 有这种一些的话 在那个启示录里面 所以我们有用那个碗 来 神用那个碗 来施行他的那个审判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这里还是什么 OK 这里是开始 可能正在分开两个地方 OK 这里呢 是那个 开始的时候 在那个七个碗 开始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 15章第一节里面讲的话 OK 你会说这个只是一个总结 OK 我又看见他天上的意象 大尔 大尔 血旗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哉 因为神的大怒 在七哉中 法尽了 OK 所以这里 你会看到有几个特别的名词 好像这里 天上的意象 其实 在 启示录里面 在前面的十二章里面也出现过一次 就是在天上面的意象 常常我们也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看到 约翰所写出来的东西 都是从天上面他看到的事情 然后他写下来 好像杰里的那个在起初十二章里面讲到那个怀孕的妇人一样 他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看到那些的意象 OK 然后这里 讲到末了的七哉 其实与那个神的大怒 在这七哉中 法尽了 有这个关系 其实那个法尽的意思 是那个completed 就是完成了 意思是说 神的怒 过了七碗以后 就发完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来到那个神发怒的 那个 你可以说 神所需要发的怒 神所需要 施的那个审判 施完的 一段的圣经 OK 在这里 当那个七个碗要倒出来 以前我们看到什么 首先就是好像前面的 好像其他的那个七 七印跟七号的时候 有一段的那个前沿 就在这里 OK 这里是那个七碗的 那个你可以说的前沿 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 是讲到那个 圣徒在这里 会唱那个摩西 和那个羔羊的歌 OK 谁愿意替我们 从那个第二 在这里 对不起 我放在上面 好 OK 谁替我们念出来 从第二节 到 第四节 可能我 OK 你来吧 OK 你准备好了就来 唱过西和羔羊的歌是吗 对 我看见 我来说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 掺杂 又看见那些圣了兽 和兽的像 并他名字 树木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徒人 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 说 主神 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 大灾 奇灾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徒 异灾 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 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 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 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 已显出来了 OK 如果你翻翻圣经的话 你会发觉 每当圣经里面 有人唱歌的话 通常是有一些好事的发生 这种是赞美 在旧月里面 常常出现 这些的歌 这里其实呢 我们会看到 从旧月的背景里面 在新月的圣徒 也是在唱一些的歌 他们在哪里唱 你会看到 约翰看到 首先看到 有玻璃海 你记得 前面应该有 弟兄 Jordan 或者君强 讲过这个 玻璃海 就是代表 那个原来 是那个 波涛洪涌的 那个地方 现在 变成 那个 平静 如静的 那个地方 原来有 那个 风暴的地方 现在 已经被神 拉平 所以 在神的宝座 旁边的地方 可能在那个 以赛亚书里面 也讲过 在那个神的宝座周围 有一个玻璃海 一个平静 余静的地方 在启示录里面 也是这样 在启示录的四章第六节 在宝座前 好像有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为什么有这一种的玻璃海 的那个 那个 观念 好像那个海 跟我们现在认识的海 有点不一样 现在我们认识的海 就是一个去游泳 玩的地方 但是在早期的 那个 在第一世纪 或是在古时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 到那个中世纪 那个海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好事 譬如在那个 出埃及记 我不要讲出来 进去讲 那个 创世纪 创世纪 那个 所谓那个海 或者说 其实就是那个 温沌 温沉 温沌的地方 所以这个海里面 其实是充满 那个黑暗 跟那个鬼魔 所以 也是在 那个 罗马 跟那个 希腊的 那个 宗教 里面 这个海 不是一个 好的地方 所以呢 在那个 出埃及记里面 你会读 那个出埃及记 的故事的时候 出埃及记 的故事的时候 你会发觉 当那个 以色列人 要离开 埃及以后 他会跑 到一个地方 然后呢 他发觉 前面的 他们要走的路 前面有一个 红海 绑住 他们的去路 然后后面 有那个 法老的兵 来追他们 所以这个海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 是一个 阻止他们 走到 平安的地方 所以你看见 那个出埃及记的故事里面 你会看见 神将 那个 红海 分开 成为两边 以至 那个 以色列人 可以从 那个红海 中间 走过去 道德 平安 在意义上面 就好像 那个神 将那个 chaos 那些 怪物 杀死了 以至 那个 以色列人 可以平安的 走过去 所以在 创世纪里面 我们看到 有那个 玻璃海 有一个 在 周月的 那个 灰墨里面 在那个 圣殿里面 也有一个 铜 铜 铜海 在那个 里面 代表 这一种 送恶 鬼没 稳长的地方 在神面前 也是平静 如静 所以 有了 这样一种 的 故事 有这种 形容 玻璃海 的 那种 方法 这里 唱歌的人 是谁 你会 看见 这里所唱歌的人 就是 那个 生了兽 和兽的相 并他明知 数目的人 如果你读 那个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的话 你会发觉 这些的人 就是 弟兄姊妹 那些弟兄姊妹 做了什么事 就是 他们打赢了 那个 那个兽 十二章十一节 里面 讲到 弟兄 胜过他 是因为 高原的学 和自己 所见证的道 他们 虽自死 自死 也不 爱是 生命 如果你 记得 那个 所谓打仗 打赢的 这个东西 你会记得 上一次 我们讲到 那个 在天上面 那个魔鬼 与那个天使 有 那个 来 有 争战 然后 那个 魔鬼 打败了 然后 被赶到 那个地上面 去 你会记得 我们的解释是说 这个是代表 那个耶稣 不是 那个不是在 创世纪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乃至在耶稣在 钉十字架 复活的时候 所发生的那个事情 原因是 那个耶稣基督在 那个十字架上面 打赢了那个魔鬼 所以 这里也是 这里所打赢的 那个是弟兄姊妹 打赢的魔鬼 但是他们打赢的魔鬼 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能力 乃是因为 那个高原 高原的学 和自己的所做的 见证的那个道 的那个原因 所以他们打赢了 那个胜利了 所以他们来唱歌 唱歌的这个 歌的内容 跟那个旧约的那个 内容有一点的不一样 所以他没有来 直接来唱那个摩西的歌 还有这里的歌 是谁的歌 是那个摩西和高阳的歌 所以这里呢 如果单单看那个 埃及的话 你会看到 摩西在歌颂 那个歌颂神 原因是因为 那个神替他们打赢了 那个法老的 那个马跟那个兵 把他们淹死在那个海里面 所以这里你看到 那个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三节 讲到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这个东西 你当然也会在 那个启示录里面看到 特别在那个 好像十九章里面 讲到那个 骑白马的 那个会是耶稣基督 也出来打仗 然后呢 那个圣徒也打仗 也打赢了 所以如果我们说 这里是 那个摩西的歌 跟高阳的歌的话 这个歌跟以前的歌 有点的不一样 其实那个 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讲到那个 好像那个摩西 与那个高阳 有一点的关系的 刚刚好跟他们放在一起 这里呢 像什么呢 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 第五章里面 讲到的话 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 那个约翰 特别在那个耶稣 讲的话写下来 耶稣讲什么 你们如果信那个摩西 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有指着 我写的话 所以你们若不信他的书 怎么能信我的话呢 所以这里的 打圣仗的时候 他们唱的歌 那个摩西的歌 摩西在 出来直接唱那个胜利的歌 也可能是代表了那个是 告扬耶稣基督 所胜利打赢的那首歌 所以这里可能就像这几个题目 都连在一起 放在那个启示录里面 所以我们有这一段的那个前言 讲到那个 在还没有看到那个神 是那个最后的那个七个债的时候 他已经来预言了 这一场的仗一定会打赢的 所以我们继续的读下去 就会看到那个七个天使 他们来做什么 谁替我们读这里几节的圣经 那个是十五章的第五节 到十六章的第一节 我来读吧 OK 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 存法规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 瞬间竖着金带 世活物中有一个把圣满的活道 永永远远之神大陆的七个金网 给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见的七灾完毕了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把圣神大陆的七碗倒在地上 OK 你首先来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 你需要留意一个事情就是 神的这种的灾祸 跟那种的审判 是从天上拿全法规的殿里面出来的 意思是说这里所有一切的灾难 跟在世界里面发生的一些灾祸 是有神的控制 那个源头应该是算在神那边 然后是透过天使来施语在这个地上面 你来看这几个天使的时候 七位天使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们有特别的那个服饰 他们劝什么 他们劝洁净洁白光明的西马伊 然后呢 他中间也束作那个金带 我不晓得他的金带是怎么带的 但是他有那个金带 那个图像从哪里来 如果看那个旧约的话 我们会看到那个大祭司 他的衣服就是这样的 那个是代表他的那个分别回胜 他有特别的那个神给他的那个任务要服饰他自己 所以在那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四十二节节里 那个大祭司的衣服 是特别用那个西马布来做的裤子 然后借也那个沙体 然后裤子当从要达到那个大腿 然后呢 有另外的地方也讲到 他穿的那个特别的衣服 那个是立位记十六章第十节 要圈上西马布圣内跑 把西马布裤子圈在身上 要束西马布带子 头戴西马布冠冕 这都是圣服 他要用水洗身 然后穿戴 所以那个代表 那个圈衣服的 圈这种衣服的 是有一种的那个祭司的那个身份 OK 然后呢 在启示录里面 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章十三节 里面就讲到那个耶稣基督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灯台中面行走的那个 好像人子的那个 他身穿长衣 只随到脚 中间输着那个经代 你需要了解就是 当那个七位天使出来的时候 那个人子在哪里 那个人子当然在那个天上面 所以你可以说 这几位天使是代表 主耶稣 出来 来施行那些的审判的 所以有这种一种的 那个意义 在里面 然后你会发觉 那个施活护中有一个把那个生门 活到永永远忍之神 大怒的七个金网给了七个天使 然后呢 那个殿里面充满了那个烟 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因为那个神 发怒 所以他冒烟 但是这里呢 在圣经里面 我们每逢看到 神出现的一些的地方 他都有那个烟的出现 特别在那个 你记得那个在那个西乃山上面 当那个摩西 到那个西乃山上面 来接受神给他的那个 律法的时候 就有那个烟的出现 拽集集十九章 第九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密运中 临到你那里 叫白信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信你了 于是摩西将白信的话 就告耶和华 十八节 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 如绍摇一般 那个片山大大的震动 当然在诗篇里面也讲到 不单只是那个代表 神的那个灵在 来到一个地方 也是代表他的那个 他的那种的怒气 诗篇十八章 七节到第八节 在那时因他发怒 地走游汗战斗 山的根基也震动游汗 从他的避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出焚烧 连炭也着了 所以那个是 你看到这里的那个情况 就是那个神来 试审判的时候 这个很常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就听见 那个天上面有那个大的声音 来吩咐那七位天使 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 倒到地上 所以我们来看 那个七个碗 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 来到这里 有没有 有特别的问题 祝牧师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OK 在十五章第八节 那里有一句话 一是没有人能以见殿 这个人是什么 是指哪些人 我想它是笼统地讲到 没有人可以进去 不是某一个人 那是所有人 OK 其实在天阶上面 如果基督徒死了以后 复活 还说是人吗 还是灵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神学问题是不是 你是说还没有复活以前 是不是 因为他说 一是没有人能以见殿 就是说现在在天阶上面 在天上 我就想 为什么还要说人呢 所以我不明白这点 可能呢 你需要 那两个问题 需要分开来 一个问题是这里 为什么他说 没有人可以进去 另外一个分开来的问题 就是现在我们 那个已经死去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哪里 OK 如果是后来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了解就是 所有真正 相信主耶稣 然后 他还没有回来以前 去世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身体在地里面 但是他们的灵魂 会立即与耶稣一起 所以他们经历的那个平安 是他死去以后 立即得到的那个平安 原因是因为 我们不相信 有这种的炼狱的东西 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导 但是这里他讲到 当那个神要吩咐 那个天使 要将那个七碗倒到地上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进去 那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 他可能要告诉我们的 只是那个神的那个威延 跟他的那个神圣 他的目的不需要告诉我们 我们死了以后 是不是永远跟耶稣一起 所以这里是两个问题 我想将两个问题分开来 这里呢 只讲到其中一个 只谈到另一个问题 没有直接的 讲到那个人死了以后 去哪里 明白吗 所以这里不好用来 回答另外一个 后来的一个问题 我们继续 所以现在来到那个 第一个网 如果你读到那个旧月的话 你会发觉这个网 里面所导了这个网 出来以后 发生的事情 在以前看过 圣经里面读过 第二节 有一会天使变去 把网倒到地上 就有恶 而且毒的窗 生在哪些有受印记 拜受相的人身上 第一 这个是倒在地上面的那个网 然后呢 那个结果是怎么样 就是有毒的那个窗 发在那些 一些人身上 不是所有的人 如果你读过那个旧月的话 你会记得 当那个神要带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以前 神会对法老皇 就是那个出埃及基里面的法老皇 试行审判 然后呢 给他十个债 其中一个债里面 就有那个仓 但是你会了解就是 在创世纪结里的秩序 跟那个在法老皇 十个债里面的秩序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可能这个仓跟那个旧月里面有点的关系 但是那个秩序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这里 那个有毒的仓 那个是给法老的第六个债 在那个出埃及记第九章 第八节到第九节 但是在这里 那个在那个七碗的时候 是第一个碗就倒在那个地上面 还有特别的地方 你留意小心地去读哲理 你会发觉哲理的灾害 不会影响全世界所有的人 虽然它是影响这个世界里面 所有不信神的人 也可以说没有受那个羔羊的印的人 但是你会发觉哲理 它所影响的人 只是那些的有受的印记 还有他们拜受相的人身上 不是所有的人 你可以说那个是对我们 那些真正伤心的信徒来说 那种是一种的安慧 你也会记得在旧约的那个圣经里面 有一些的神对不信的人的攻击 不会波及所有的人 特别在那个 你记得在逾越节里面 那个故事里面 逾越节的故事 实在的故事里面 最后一个灾 当那个天使要下来 要杀那些长子的时候 那些所有的那个以色列民 都受保护 不受影响 节里也是类似的情况 OK 节里也是在耶稣的教导里面 讲到那个绵羊与山羊 他们虽然在一般的情况里面 就是他还没有来以前 那个都在一起来生活 但是当那个人子再来的时候 他要将他们分开来 但是那个分开到最后才发生 譬如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31、32、33 就是这样说 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从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那个左边 所以节里你可以说这种的那个分别 在那个耶稣的教导里面 已经告诉了我们 OK 还有节里 节里你看到这受影响的人 所以有那个受印记的人 OK 你会记得在启示录里面第七章 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 那些的十四万四千 那些属于耶稣、属于神的那些的众仆人的恶上面 也受了那些的印 受了印的人 那十四万四千的那个所谓的以色列各自派中间的那些人 也是那个用来代表所有的信徒的 那些的以色列人 你可以说是真的以色列人 他们也是不受那种的那个灾害的那个影响 还有哪里 其实节里所讲的话 在以色节书里面 也会讲过 话怎么说 这里不好看 慢慢去看 先让节里 OK 这里是以色节书第九章 第三节到第六节 OK 在神要惩罚他的子民的时候 他将他们分成两边 所以他们有记号放在他的恶上 以色列是怎么说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督伯上 先进从哪里信到殿的门干 神将哪身穿西玛伊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叫来 耶尔华对他们说 你们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可 正知是叹息哀哭的人 话记号在二上 我耳中听见他对奇遍的人说 要跟随他走遍全城 以行 既杀 你们的眼不要顾湿 也不要可怜他们 要将老年的 少年的 并 妻女 婴孩和妇女 从圣所起 全都杀尽 只是凡有记号的人 不要爱尽他 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下起 那个是神对以色列民的一种的惩罚 但是他们在也有受了那个记号以后 他是受保护 那些要实行 那个审判 惩罚的人 不要碰那些人 就类似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情 第二个话 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 这里也类似那个旧约的 那个法老房的灾 但是这里是第一个灾 第十五章 不是 十六章 第三节 第二位的天使把网倒在那个海里 海就变成雪 好像死人的雪 海中的活户都死了 OK 就跟着那个律法 那个 那个 法老王所遭遇的第一个灾一样 那个整个埃及的地方 河里的雨都死了 那个 所有的水都变成雪 OK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继续 第三个网倒下去的时候 OK 这里也是那个水变成雪 但是这里呢不是海里的东西 这里乃是那个在江河 与那个中水的泉源的那个地方 你看见节里 当那个网倒在那个江河与中水的泉源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天使 再讲一些的话 OK 我听掌管中水的天使说什么 是在金灾的圣洁啊 你的判 你这样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留圣徒与先知的雪 现在你给他们雪喝 这是他们所盖寿的 我有听 我又听见 我又听见 鸡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 主啊 全能者 你的判断 意在 存在 OK 节里所讲的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那个天使 会突然之间跑出来 说这样的话 然后那个鸡坛当中 也有这样一种的声音 他节里讲的 其实就是讲到 那个旧约的律法的 那个意义 你需要了解就是 那个旧约的律法 不是随随便便的 那个神来定立的一些的规矩 乃是其实一种的公平的律法 好像节里一段的话 那个在历维纪24章15到22节 这个是那个 那个律法的一个部分 谁可以替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 这里 我希望你看 可以来读 OK 你要小遇以色列人说 凡咒诅神的 必担当他的罪 那亵渎耶和华民的 必被致死 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寄居的 是本地人 他亵渎耶和华民的时候 必被致死 打死人的也必被致死 打死牲畜的必陪上牲畜 以命偿命 人若使他灵色的身体有残疾 他怎样行 也要照样向他行 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他怎样教人的身体有残疾 也要照样向他行 那打死牲畜的必陪上牲畜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不管是寄居的 是本地人 同归一利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需要留意的 有几样东西 第一 神的律法 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的 你需要了解 就是所有神 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其实是 给他们 也用来对待那些寄居的人 或者说 与本地人是同归一利 然后你需要了解 那个寄居的人是谁 就是那些的 以前的世界里面 他们不像现在的城市 你无论跑到哪里去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娃娃 你进去买零食咖啡很容易 以前的世界不是这样 你要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的家 没有你的家的地方 你只可以是一个寄居的人 寄居的人怎么办 就是你需要人的 给你 给你 帮助你有食物 给你住的地方 所以你 大概会寄人篱下 有这种的感觉 所以呢 如果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没有朋友 没有亲戚 但是如果 他的那个地方的人 对待你 与对待他们自己 本地人 不一样的话 你就很麻烦 所以在神的律法里面 常常会告诉我们 那个寄居的人 与本地的人 都是属于同一利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神可以按照 他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来审判 全地所有的人 怎么样审判 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从15节 讲到那个21节 里面 常常讲到 好像要杀人杀人 谢主耶和华的名要 必被致死 然后那个打死人的 必被致死一样 好像他 好像杀人 甜命是一种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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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重点 但是其实 你继续如果读下去的话 这里其实他讲到 杀人 必被致死 然后打死 生出 必赔上生出 以命 偿命 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以 所谓的 以言还眼 以牙还牙 这个东西 其实一个公平的 那个标准 不是因为他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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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是 太过圣洁 必须要杀一些人 才可以 满足他自己的 那个 对那个权力的欲望 不是这样 那是因为只是 那个神 是一个公平的神 well 你看到这里 谢主耶和华名的时候 必被致死 那个其实也是 那个公平的 一个 判决 原因是 那个神 是 同管 宇宙万物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OK 所以这里 来到这里 回到这里 启示录里面 回到这里的话 这里 那个天使 所歌颂的 是你 这样的判断 是公义的 原因是因为 他们曾经留过 圣徒和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 血喝 这是他们 所概述的 其实也是一个 很公平的一种的审判 所以你可以说 神就算在 哲理对全世界 所有的人来施行审判 他也没有过分 原因是因为 哲理讲得很清楚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因为 他们不接受 这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 国内宇宙万物的神 并他的儿子 所以哲理 这是一个公平的一个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 神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这里是第 三个王 然后我们看第四个王 第四个王 谁替我们读出来这里 两句短短的 我再读吧 OK 一四位天使把王倒在热头上 叫热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那有钱 有钱掌管这下灾的神之名 并不回给监荣耀归给神 OK 我要简单的说 OK 哲理讲到那些 看到这个神 但是还继续不悔改的人 那个下场 哲理呢 讲到那个 第四位天使把这个王倒到 那个日头上面 然后呢 那个日头就用能力 用火来烤人 BBQ 哲理的那个烤人呢 在法老的实战里面 没有这样一样的东西 所以哲理所发生的事情 比那个法老王所遭遇的 更严重 OK 为什么用火 原因是因为那个火 就代表那个神的那个审判 月儿书第二章第三节 怎么说 他们前面如火 烧 如火烧灾 后面如火焰烧尽 味道已先 地如伊甸园 过去以后 成了荒凉的旷野 没有一样能躲背 他们的 这里是讲到那个 应该是讲到那个 蝗虫的那个蝗虫灾 所发生的那个 那个结果是怎么样 那个当然也是代表 那个神的那个咒诅 在以赛亚书里面 66章里面 也有类似的话 看了夜华 必在火中降临 他的火车向旋风 以烈鹿 施行报应 以火焰施行 砸法 所以这个是 神来审判这个世界 砸法人的时候 所有的一样的事情 结果怎么样 有点特别 人被大热所考 就谢主 那有掌管 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 将荣耀 归给神 有点奇怪 遭遇灾难的人 不一定会寻求神 然后也去 也去神面前来悔改 所以不要以为 这里讲得很清楚的 不要以为 有人受灾害 他有病痛的话 他必然会 有那个悔改的心 圣经里面讲得蛮清楚的 有悔改的心 愿意悔改的人 将荣耀归于神的人 是因为那个神 给他这种的心 这里的人 虽然他遭遇到 极端的那个灾害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改变他的心 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 人的心的改变 人心的改变 不是因为 外在环境的改变 达成的 人心的改变 是因为他 里面 有一点的 很基本的一种的改变 那个改变是 必须有神来的 这里是第四个碗 然后有第五个碗 你就会看见那些人呢 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替我们念 这里的 两节的圣经 第十节 十六章十节到十一节 这里 我来念 OK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 瘦的座位上 瘦的 我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深的窗 就 亵渎天上的神被不悔改所行的 OK 如果你记得那个埃及 那个法老王所看见的实在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是第九个灾 这里也没有跟着那个实在的那个秩序 来 施那个审判 OK 但是这里你看见那个 受审判的 那个受那个 那个审判的 不单止在那个 天地海 河流 里面的东西 乃是特别的在这里 他特别的将那个灾害 来施给那个兽的座位 OK 然后那个兽的座位就黑暗了 所以他这里经历的黑暗 就跟那个法老王所经历的黑暗是一样 这种的黑暗会带来什么的那个影响 人会因自己的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就因为生的仓 卸足天上面的神 并不悔改 前面讲到 他只是不悔改 不悔改 这样那个荣耀 这里 在哪里 OK 他卸足那掌管 掌管这些债的神之名 也不悔改 荣耀归给神 所以这些人觉得也是 第五个碗 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继续不悔改 这里是卸足神 也不悔改 所行的 所以这里是两次的不悔改 神其实你可以说 他继续的给他有那个机会 但是他们继续的不理 甚至 来到第六个碗 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OK 第六个碗 这里 就是你可以说到 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出名的一场的那个大战 那个大战是什么 那个哈米吉多顿的大战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美国的电影里面有出现这样类似的那个故事 那个叫以前六十年代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我也看过在家里有一本书 就讲到那个末日的那个石油大战 在哪里打那个最后一场的大战 就是那个哈米吉多顿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那本书 中文的翻 是那个美国人写的 翻成那个中文的一本书 所以你来看这几个碗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里的人还继续有反应 第四个碗 他们不悔改 第五个碗 他们也不悔改 然后呢 到第六个碗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们反共了 你可以说 他们共回去 希望与那个皇 与那个圣徒来做 最后一期的那个大战 就变成所谓的 哈米吉多顿的那个大战 当时呢 你来听我今天晚上来解释 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不要以为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 真的是在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会发生的一场的大战 我也可以说 这一场的战争 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替我们来念 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 这里 我来 OK 第六位天使把碗 倒在又发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 往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 兽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其事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看哪 我来像贼一样 那井行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OK 然后这里就是这一段的圣经 产生很多的解释 就是说那个 其实呢 那个 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那个世界里面一定会打一场的那个大战 在哪里打 就在那个哈米吉多顿的那个地方来打 但是如果你听完我今天晚上的解释的话 你就发觉这个 其实不会 不过是这样发生的 这里的 你来了解这里的第六个碗 这个碗的时候 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去解释 特别 原则是怎么样 这里所说的那个Euphrates 要法拉底河 根据哈米吉多顿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点 我们应该 不是当它是那个在历史地理里面的那个地点 那是我们需要了解它们是一种的符号 有理由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你说的 其实这里的这个故事 这个背景 在这个故事的背景 就好像在 以示节书 第38到39节里面 所发生的一场的战争一样 那一场的战争就发生在在哪里 在那个 在那个 上面有讲 讲到那个 我给你看 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那个 马格蒂 马格蒂的 哥格 哥格 革命 哥格 我的天 马格蒂与哥格之战 这个地方 那个是发生在 那个 以示节书第38到39节里面 一场的战争 但是那场的战争 有一点的特别的 跟其实 跟这里所讲的 那个哈米吉多顿的这个地方 有一点的那个不一样 OK 我们现在尝试来了解一下 这里所说的话 OK 嗯 这里讲到 第一 当那个第六个碗 倒在那个 要法拉底 拉底河上面的时候 那个河水就干了 OK 为什么那个河水 会干 OK 这里的解释 是他要给 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 中皇 预备 道路 怎么样的道路 你在后面会看见 那个道路 就是那个打仗的 那个道路 就是跟那个 众圣徒 跟那个 骑白马的 那个耶稣 所打的那场的仗 那个最后的 一场的战争的 那个道路 OK 那个河水干的 这个事情呢 在历史上面 其实是发生过的 谁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在那个波斯皇 那个Syrus 那个居鲁士 来攻打 那个巴比伦的时候 well 你需要了解 那个地理 你会 你会知道 在那个地理 如果以色列在这里 在以色列的南边 是那个 什么国家 以色列的南边 知不知道 埃及 没有错 埃及 OK 以色列的南边 是埃及 OK 然后呢 以色列的北边 是什么 什么国家 西里亚 现在的时间 你可以这样说 OK 但是如果是 那个在以色列的北边 一个大的帝国的话 那个是亚树 亚树的东边 我不晓得你看 我这样的那个视频 那个对不对 但是那个南边 是埃及 以色列在中间 然后在北边 是亚树 然后呢 东边过一点 是那个 后来 灭掉那个亚树的 那个巴比伦 然后呢 再往东边去 那个就是 以后灭掉那个 巴比伦的那个 波斯国 马带波斯国 OK 所以呢 那个当那个 波斯国的 那个皇帝 居鲁士 去攻打 那个 那个 巴比伦的时候 他曾经看过 那个圣经 就是那个是 约书夫 那个写历史的 那个犹太历史学姐 他写的东西 就是说 他看到那个圣经里 以赛亚书第44章 27到28节 这里所讲的话 OK 所以呢 他就 用一个方法 将那个 幼法拉底河的 那个支流的那些水 分流 流掉 以至他可以 走过那个 幼法拉底河 来攻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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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伦 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 那个 啊 将那个 河水 弄干 其实是有一种的 那个准备 一样更严重的事情 那个 打仗 来发生的一些的事情 啊 当然你也会看到那个 啊 在 啊 出埃及基金里面 那个过红海的那个 的故事 也是将那个 那个水 弄干 以至那个 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 过那个 那个 所以有类似的 一个的 那个 一些的 关系 啊 用来准备 来打仗 来发生的 你可以看那个 以色列人过红海 也是一个打仗的 一个故事 啊 当然 那个不是 那个 以色列人 打什么仗 因为他们 没有什么武器 乃是 那个 耶和华 来打仗 啊 那个 故事 OK 还有 现在 他讲到 那些的人 那些 那些 那些皇帝从哪里来 那个中皇从哪里来 中皇从哪里来 这里讲到 是从 日出 是地 所来的 OK 啊 在 一般的 那个 以色列人的 那个 以色列人的 那个 故事里面 所有 他们的 那些的 敌人 你可以说 都是从 北方 或者说 东北方 来的 所以 就是 在东方 有 那个 那些的 敌人 在 里面 原因是 因为 那个 以色列人 他所生活的 那个地理位置 刚刚在 夹在 很多的 那个 强国的中间 南边有 埃及 北边 有亚树 巴比伦 波斯 所以刚刚 以色列 以色列 那个国 就在 夹在 中间 所以 受两边的 压力 所以 如果 埃及 要打到 东边去的话 他必须要 踩过 以色列 往 北走 跟东边 来走 所以这里 讲到 那个 从 日出 之地 所来的 中王 当然是 给他们 麻烦的 一些的人 所以你可以 说 那个是 东方 也是 那个 北方 的 地方 然后呢 在 圣经里面 常常会 讲到 那个 给 以色列人 麻烦的 都是 从 那个 地方 来的 譬如 以赛亚 书第七章 二十节 那时 主 必用 大和 外 太 的 剃头 刀 那个 比喻 来的 就是 亚树 这个是 明白了 亚树 踢去 头发 和脚上 的 毛 并 要 替 征 无须 这个是 讲到 他们的 那个 神要 会做的 那个工作 就是 给他们 一种的 侮辱 然后是 用那个 亚树 皇来 审判 他们 另外 耶利米书 另外一个时代 那个耶利米 当那个 先祭的时候 他讲的话 耶和华 对我说 必有 灾祸 从 北方 发出 临到 节地的 一切居民 耶和华说 看了 我要 召 北方 列国的 种族 他们要来 各按 做会 在 耶路撒冷的 城门口 周围 攻击 城城 又要 攻击 犹大的 一切 城一 我当然 这个是 讲到 亚 亚树 完了以后 到那个巴比伦 的时候 那个神 怎么样 用那个巴比伦 来 惩罚 那个的 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 不守他们的 约 以色列书 也是类似的 也是讲到 从北方来的 那个 有君王 来 领了很多的国民 来攻击他们 其实 这里 讲到 这一点 他来这里 打 那个 哈米 吉多顿 就是 那个 好像 那个魔鬼 跟 那个 邪恶的 三 邪恶的 三维体 龙 兽 假先知 这几个东西 来攻击 那个 生徒的时候 也是一个 类似的东西 代表我们会 打一枪 最后一场的仗 其实 这里的 顺带来提一提 这里你会看到 这里有三个 互卫的灵 如果你记得 前面一段 那个 这里第四个 循环 是不是 现在我们来 读那个 第一个循环 是那个 六个 印 然后 第二个循环 是六个号 第三个 循环 里面 是七段 的历史 七段的历史 里面 长到 第六段 的时候 你会发觉 第六段 的历史 里面 有三个 天使 来全新奇 那个 十四章 第六到 十四节 你来到这里 你也会看到 这里有 第四个循环 第六个 晚的时候 有三个 卫的灵 来 全新奇 他们来做什么 他要召集那些 天下所有的 那些的皇 来打 这场的仗 其实呢 你来读这里的话 你会发觉 这些的事情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也已经提到 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你不是单单 那个 启示录里面 才讲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你会看到那个 贴上奴利加钱 后书第二章 第九节到十二节里面 已经讲到 有这一种的 那个 邪灵 会出来 搞扰 这个世界里面的人 贴上奴利加钱 后书第二章 谁替我们读这一段 讲到那个 末世 那个 不法之人 出来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来读吧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遗门 神迹和一切 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 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 到喜爱不义的人 都被定罪 所以你看见 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 到他讲到 有一个叫 不法的人 那个英文叫 man of lawlessness 另外一个 可能 保罗或者 那个圣经里面用的词 就是那个敌基督 他来的时候 会做什么 ok 照那个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 医能神迹 和一些虚假的歧视 ok 所以讲到 这里的 这种的那个 护卫的灵 来到的时候 也会做这个事情 他们本是 鬼没的灵 实行歧视 然后出去到 普天下 中皇哪里 叫他们在 神全能者的大日 聚集征战 ok 所以这里讲到 保罗讲到 关于末世的事情 特别在 贴山罗里加前后书里面 保罗常常会提到这个问题 原因是 因为他用这些的话 来暗会那些 在贴山罗 罗里加 受逼迫的信徒 是不是 在 启示录里面 也有类似的地方 会讲到那个 有鬼没 会出来走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今天的世界 我不晓得你没有看过 这样类似的事情 有一些时候 可能你看到的时候 你很难去分辨 它是属于哪一类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你 不难 会常常会听到 这些类似的事情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很多人都可能不 不相信 那些鬼没的 灵所做的事情 真的 但是对于 生徒来说 我们是应该 小心地去分辨 那些是什么的事情 然后不可以完全地否认 有鬼没的灵的运作 如果你 回到那个创世纪的时候 你会发觉那个鬼没的灵运作的时候 它不一定 是做那些施行歧视的事情 乃是那个鬼没的灵出来的时候 他要引诱我们 以至我们曲解神的话 他可能也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 引诱我们来做另外一些的事情 来离开我们的主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打的这一场的仗 其实如果你从那个 启示录 你启示录开始的时候 读到现在 你不会奇怪 呃 迟早 有一场的战要打 原因是因为在你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 你会看见里面 大大小小有不同的战争在里面 无论是有那个 ambush 然后到那个前哨战 那个skirmish 到那个战争 那个battle 到那个决战 ok 现在我们读到这里 那个所谓的 那个哈米吉多顿 那个大战 就是那个最后的一场战 ok 呃 这里呢 原因那个时间的关系 我不会 就是 将这里所有的圣经读出来 你大概在 起书里面 从第二章开始 呃 就是那个 当那个耶稣写信 给那些的 呃 呃 七个教会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 他们已经受那个魔鬼的影响 以及他们 被杀 然后他们被关在那个间里面 ok 所以你可以说那个那个魔鬼特别攻击几个独立的教会 但是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见第六章里面 有一堆的人已经准备要聚在一起来做一些的事情 第九章也是这样 呃 呃 有两个见证人 是不是 呃 两个见证人原来很厉害 但是后来他们也被杀了 ok 呃 启示录十一章 然后那个那个战争会变得越来越大 呃 启示录十三章讲到那个兽会跟那个呃 那个圣徒来来征战 ok 所以不单是一两个人 或者一两个地方 那是跟一大堆的那个圣徒来来征战 呃 当然我们在下个星期来读那个十七章 或者以后的那个圣经的时候 那个起初十七章以后的圣经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骑白马的 那个 骑在马上称为 诚信真实 审判征战都按照公平的那个人 那个是耶稣 与兽和地上的君王来打那场的战 ok 所以你会发觉这里的那个战争 继续的在整个历史里面发生 然后有大有少 每一个战争都有 可以有伤亡 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结果 呃 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很清楚 然后呢 现在还最后来到这个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解答那个所谓的哈米吉多顿大战的这个事情 ok 你可以说这个是最后的那个魔鬼的反击 哈米吉多顿在哪里 哈米吉多顿在哪里 其实对不起 其实我们是找不到那个哈米吉多顿在哪里 老师就说 英文这个哈米吉多顿是阿米吉多顿 所以呢 那个字是怎么拼起来的 首先一个 R 然后拼起那个Megiddo ok 其实呢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那个 米吉多顿山 所以一个山来的 但是奇怪的就是在 在 Megiddo这个地方 那个在地图 ok 地图这个地方 Megiddo 啊 米吉多顿这个地方 是没有山的 原因是它这个平原 啊 当然在那个历史里面 在这个平原里面发生过一些大战 啊 呃 但是那个 那个 米吉多顿山是不存在的 所以为何他在这里讲到那个 哈米吉多顿大战 为什么在这个这个地方打仗 打仗呢 嗯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就是那个 那个旧约的一些的故事 ok 旧约的故事里面 在那个《诗诗记》第五章里面 讲到那个女仙 仙子跟女诗诗 那个迪波拉 呃 debora 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会听到他们在 呃 那个以色列人 在进入渣男地以后 当然这个约束要带他们进去 是不是 约束要过去以后 就有那个师师出来来 带领他们 然后 那些 呃 那些皇帝就来到 来带领他们 是不是 那个神 就给他们一些的王 ok 但是还没有王以前 是一些师师来带他们 诗诗记里面就 记了十几个这样的故事 ok 其中有一个 诗诗叫 迪波拉 debora ok 他们打仗的时候 那个 迪波拉 带他们去打仗的时候 在哪里打 打赢了 那场的战在哪里 就在那个 米吉多 那个水旁 这个地方来征战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 米吉多这个地方呢 其实他们是打过一场 很重要的战争 然后他们 读圣经的人都 懂得 然后那个 对他们的 那个印象是很深刻的 ok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们曾经在 那个 米吉多 米吉多 那个地方 来打过战 然后打赢了 所以他们现在来 那个 那个 启示录 就用这个 哈米吉多 顿这个地方 来讲到 最后的一场的 那个战争 其实这个故事 跟那个 马格地的 各个 各个 是有一点关系的 但是我们 没有办法 详细的去讲到 这一场的 那个战争 因为你 那一段的圣经很长 那个是 那个以西迪数的 38、39节 你回去 回去来看 另外一个 我们怎样来了解 这个哈米吉多顿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 发觉在 圣经里面 讲到 那个最后一场 一场的 战争的时候 其实那个地方 是在 在一个地方 叫 蒙爱 的城 如果你回去 读那个 启示录二十章 第七节到 第九节 你就会看到 那个名词 OK 启示录二十章 怎么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 剑奴里 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 地上 释放的列国 就是 哥格 与 马格 叫他们 聚集 他们的人数 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 遍满了全地 围住 圣徒的 银 与 蒙爱的城 就有火 从天降下 造灭了他们 OK 这里 蒙爱的城是什么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好 你需要了解 耶路撒冷是在那个山上面 OK 所以 其实那个蒙爱的城 就是 那个耶路撒冷 好 其实这个东西呢 在旧约里面 有讲过 就是那个最后的一场的那个战争 是 不是发生在什么那个 那个其他的地方 乃是发生在那个耶路撒冷 譬如那个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第十四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 嗯 这里怎么说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哦 讲到耶和华的日子 你的财物必被 厂略 在你们中间分散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 证战 城币被供取 房屋被 厂夺 扶女被 占 呃 城中的民一般被掳去 剩下的民 仍在城中 布置简 取 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 证战 好像从前 争战 一样 如果你读到后来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有两个地方 前面一段 比较黑暗的 然后 后面一句话 你会看到 把耶和华出去与那些国争战 哪里会打输呢 所以一定是打赢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里的那个耶和华 日子临近的时候 所打的仗 在哪里打 就在那个耶路撒冷来打 ok 所以我们来了解那个旧约的 那个圣经的话 我们 呃 了解旧约的圣经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 或者可能我们应该这样说 就是 这里所说的哈米吉多顿 大战的这个战场 是回绕那个耶路撒冷来打的 当然 在这里那个哈 那个是那个山的意思 哈米吉多顿 这个就是 Megiddo这个地方 ok 所以这里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符号 是一个虚构的地点 但是用来描写 在最后的一场的 战争里面 是很多不同的国家 来到耶路撒冷 与那个圣徒来打的那场战 好 但是当你来听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会发生在耶路撒冷 会发生在耶路撒冷 你需要了解就是 那场的所会的最后的征战 是发生在那个耶路撒冷 所代表的神的子民里面 ok 其实那个耶路撒冷 代表神的子民 一堆的人 你可以说 这里是代表教会 如果你读到那个 《启示录》 20章 对 21章的话 你是会看到 那个新耶路撒冷 那个耶路撒冷 其实代表那个 神的子民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里所说的那个征战 那个最后一场的那个大战 其实是发生在全世界所有的角落里面 有圣徒的地方 然后那场战也是继续的打 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但是这一场战就越打会越厉害 在打到最后你会看到 如果你继续想看到那场战怎么打的话 你会去追那个《启示录》 追那个17章 19章 跟那个20章 原因是那场的所谓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 在17、19、20章里面不断的去打 一直到那个最后 当然最后的那个结果就是那个 撒旦被打败 被认在那个火屋里面等等等等 但是这里即使来讲到 没有错 我们会面对一场很大很严重的大战 但是这一场的大战 不是我们自己在打 那是耶稣基督来带我们来打这一场的战 你需要了解内容的继续的 跟着我们的课一起来读下去 OK 嗯 然后这里是第六个碗 OK 第七个碗 就是说 成了 OK 所以替我们念这里 第七个碗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成了 又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重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约众 亦他连得 这袍子的灾极大 人就亵渎神 所以你如果读这里的话 你看到他们从第五个碗 第六个碗到第七个碗 那个事情不断的发生的时候 那些人就继续的不断的摄阻神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看到那些没有受那个 没有受那个 儿子的印的话 他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里把那个碗倒到那个空中的时候 他有点的特别 倒在空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概就好像那个法老的那个第七个灾一样 就是由那个炮落下来 OK 这里就讲到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闪电声音雷空大地震 OK 但是在这里呢 二十一节 最后一节 就讲到那个大炮子 从天落在人身上 一个 这个月中一他连得 他连得有多少磅 一百磅 一百磅的那个炮子 很严重的一个灾害 对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呢 从宝座上面宣告 就是成了 当然你记得耶稣 钉石教的时候 当他完成那个救赎计划的时候 他也说了这句的话 成了 所以这里也是在这个成了这个事情上面 你可以说天地响应 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后那个也是因为这样 说那个巴比伦 成 他没有说巴比伦 他只是说大成 其实你读下去的时候 读到那个十七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那个巴比伦 发生什么事情 讲到那个巴比伦 列为三段 然后列国的成 也都倒塌了 为什么他这样说 将那个巴比伦 所发生的事情 与列国的那个成都连起来 原因是因为 那个巴比伦 与其他的城市 是一个 是一个盟友来的 他们有那个联盟 一起来与那个 那个神的子民 来跟那个 骑白马的 来 针锋上队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 那个的 alliance 在启示录11章里面 也讲到这个 alliance 所以呢 他们 在他们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 公平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在启示录11章里面 讲到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ok 败坏世界之人 那个就是讲到 那个巴比伦 与那些的列国 你 败坏哪些 败坏世界的人 那个你 就是那个 神自己 ok 所以这里 发生在这些的 城市 跟那个列国里面所 发生的事情 也是因为他们 受那个神的 那个审判的 一个结果 ok 也是一个公平的 神的公平的判决 ok 然后你记得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到 这一段最后 这一段是那个 神的审判的那个 完结 然后呢 这里也是 这一段完了以后 那个神的愤怒 就发完了 完整了 然后这一段 结尾就会 这个主再来 然后你来看这里的时候 这一段的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里面讲 什么特别的 那个主再来的 那个事情 我们怎么样说 节里 其实 是有讲到 那个主再来呢 我们的理由有几个 第一 在我们刚刚开始 读 节端的圣经的时候 在15章 第一节 你记得 里面讲到 这七个 七个网 打完以后 神的大怒 在这七在中 都发尽了 所以神的那个 审判 神的怒都发尽了 OK 神的怒 发尽了 出来以后 发生什么事情 well 很自然 我们会想到 那个是主再来的事件 OK 另外 还有 这里讲到 那个海岛的事情 海岛 都逃避 中山也不见了 那个是 16章 20节 OK 节里所讲到 那个 海岛逃避 中山不见的话 跟那个 讲到 主再来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很 比如在那个 西伯来书 12章 26 27节 OK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我再一次 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 置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权 OK 所以这里讲到 那个海岛 逃避 中山不见的时候 也是代表 那个神再来的时候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个 受造之物被挪去 然后 不被震动的 长权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那个在哪里发生 就是主再来的事件 然后 在启示录最后 20章 我们会看到这句话 我要看见 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 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OK 所以这里 我们虽然在这里 读到这几句话 譬如你说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在这里 这些事情发生以后 就是讲到 那个主再来的事情 OK 在圣经里面 我们也不难看见 讲到那个巴比伦 那个在 在下一章 我们今天没有读 巴比伦 受刑罚以后 那个羔羊就 会与他们来 征战 那个在下一章的圣经 就跟着我们现在来读的 前面的这一段 十 第六个网 跟第七个网 的这个秩序 一样 所以大概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晚上有 七个网 可能用来做 结束的 我们用保罗的一段的话 来做结束 那一段话 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 来打这一场的仗的时候 其实 我们已经有了 神给我们的 所有的 那个工具 跟武器 然后要打 这一场的仗的时候 其实这一场仗 不是那么难打 然后打的时候 也不需要太费劲 来做这个事情 原因是因为 神已经用 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准备了我们 来面对这个世界里面 所有的那些 大大小小的 那个战争 所以他保罗在 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 告诉了我们 我们可以用的那个武器 跟那个工具是什么 来打这一场的仗 好 所以替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呢 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第十节到第十七节 来 我还有幕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肝钱的人 要穿戴神 所赐的前腹精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我们并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以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所灵气的 恶魔战争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前腹精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做护心境遮松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做意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做藤牌 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如果你听到我们今天讲的那几个碗 你会看到神要在这个世界里面 施行那个审判 但是那个审判也有结束的一天 然后这几个碗里面 也讲到 我们可以扮演的那个 我们有分的地方 特别在那个打仗的事情里面 然后这几个碗里面 会我们这一场仗 必然会打赢的 所以那个 这几个碗 来倒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那个圣徒 会来唱那个摩西的歌跟那个 羔羊的歌 当然 当然 这里所讲的东西 所以 也跟那个保罗刚才 只没读出来的这一段的圣经 产生一个呼应 是我们 我们不单止 不可以避免 结枪的那个 增长 我们在打结枪的那个 增长的时候 我们的主 已经给我们所有 需要的那个工具跟武器来打 然后打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太费劲 原因是因为你来小心的 读了刚才那个 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里面的那一段的圣经 它里面的工具 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比较那个 可能你需要 有一些你比较用力气去用 但是另外有一些东西是很自然的 我们可以来 有一些时候是打仗的时候 就是不是需要打出去 你是站在那边 要站得稳 你也可以打赢了一场的一半 譬如你看到刚才 《立斗的圣经》里面讲到 那个要站稳 因为那个有那个 那个带子 梳腰 有一个鞋子 可以穿在那个脚上面 所以 我们的主 准备我们来打的时候 其实准备了好多不同的 那个方法 来工具给我们来用 我们需要的 就是好好去学 那些的武器 怎么样去用 所以这个以弗所书 第六章里面 这一段的圣经 是对我们很好的一种的 平常来思想的 一段的圣经 因为里面 不单止给我们 有一些的武器 跟一个工具 当我们去思想 怎么去用这些的武器跟工具 的时候 其实我们 也会得到 那个 得到那个 耶稣所给我们的恩典 跟那个智慧 来打钱的仗 所以圣经是蛮重要的 所以 我就给你们这段的圣经 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晚上到节里 可能给你们问一两个问题 有吗 有问题 需要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 让我们起来 结束 好吧 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给我们今天晚上有 话语 来给我们有鼓励 知道你给我们的征战 是一个事实 但是在那个征战里面 我们不是孤独的来作战 乃是弟兄姊妹 也有主耶稣在我们走在我们前面 所以你给我们有这种的智慧 可以来面对我们大大小小的 迷藏的那个征战 以至我们 到 见里面的日子 我们 不会亏 你给我们这种的打仗 的这种工作 求你来继续的鼓励我们 用你的话语来 准备我们来面对一样的事情 也求你给我们有好好的休息 以至我们在 继续在这个星期里面 我们来 祝你 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 我们这样的祷告 只奉着耶稣的名要求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好